请了赞成 相反的请了反对 你认为应该如此吗 戴然而止了 就到此戴然而止了 我有一个唯一的理由 我们现在的国民有一个大国的心态 而且是一个膨胀的大国的心态 但是不是一个强国的心态 强国的心态 应该是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沉重 好 来 您先留在现场 等一下 其他三位请先回座休息一下 请 请先回座一下 司马先等一下 待会我知道司马 好 司马你留着 你们俩先留着 你认同 认同他的 认同他的 请站到这里 反对他的 请站那里 来 请 我们重新组合一下啊 谁取得 我就向谁继续去追索 我认为啊 应该是三管齐下 其实我们通过法律的途径 是很难要回来的 当时我们国家 抢了你们国家的东西 真是 真是存在了 因虎一息谈 大家最关心是 接下来 加世德 加世德现在假设 他现在暂时是延期 对不对 在这段过程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首先冷静下来 然后对这个文物来说 我们政府或者第三方 或者是与法国政府 写上好的办法通过第三方 如果万一这个文物即使追不回来 因为它已经造成了加生犯 我们做事情 追文物不在于一次的一定要胜利 要从长远来看 要从大举来看 OK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来 请这个补充 请说 等一下 请说 我认为 我认为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就应当是坚持的跟踪 不管是谁后来拍卖 取得了这件文物 我们就应当去跟踪 谁取得 我就向谁继续去追索 直到最后追索到我们中国为止 来 请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产权的问题 不管是政府去追讨 还是民间文物的保护和流通 归根到底是要保护一个产权 如果说要你自己对待这个事情 我认为应该是三管齐下 三管齐下第一管 一是政府要从基础工作做起 有理有结的去展示我们的态度 就表明这是账务 谁拿到你都是 OK 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用法律的手段 通过不断的取证 通过正常的法律的 讲游戏规则的去要 第三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两个 前两个人要回来的是少量 最重要的是用市场的手段 因为加斯德本身 它是一个企业 它是一个市场行为 我们把感情的因素 爱国的情绪 政府参加在里面 就是刚刚说的 就变成了一卧加胜贩 如果我们用市场的手段 我认为 起的效果非常好 好 谢谢您 谢谢 来 请 其实我们通过法律的途径 是很难要回来的 在现有的法律的这种框架之下 比如说国际法 我们都说我们中国政府 加入了几个几个这样的 国际公约 我们根据公约 为什么不需要回来 但是这些公约事实上 它不能够针对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行为 它只能针对我们加入公约以后发生的这些行为 所以说我们应该更多的 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先做好 就是说我们签订了公约以后 我们实际上咱们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文物在流失 我们还有很多的文物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每天都能够听到非法挖掘 非法交易 但是我们有没有忽略了它 对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关心过这些事情 拼命想把流失在国外的抓回来 结果自己在内地当中拼命流失出去的 我们身边的古建筑 我们身边的旧城区 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 这些应该是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事情 现在就能做好 谢谢 谢谢王夥长 我知道很多人都发了意见 但是请允许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请所有在场中央的人 统统先回座一下 先回座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谈到了现在 如果假设我没有请出今天的一个特别来宾 那坦白讲 就咱们自己中国人自己爽 自己真的讲个半天 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也要听听看 法国人也算是这个新闻事件的 当时的另外的攸关利益 相关联的另一方 听听看 法国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热烈掌声来 欢迎特别嘉宾朱立安 热烈掌声欢迎他好吧 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清空呢 因为怕朱立安觉得 他会有人身方的安全问题 你赶快就站在这个司马的正前方来表达 还是你正对着他好了 你正对着他 用你的眼神来 跟他沟通 你在这边好了 你就在这边 二位赞掌声欢迎朱立安 好 不带任何情绪的 来 朱立安怎么表达你的看法 首先大家好 我先表明一个态度 就是我没有资格在这个事件上 有任何个人的立场 因为这不是跟我没有直接关系的 我也不是法国政府 我更不是中国人 所以如果说我要表明我的一个立场 那我就太自以为是了 你这表态方是很中国 很中国 不是 这是确实是这样 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种 也不能说不同的声音 我相信各位专家也听过 有很多人 引用了几句雨果的几句话 法国大文化 我看大家点头就知道 雨果的几句话就在这里 这也有 你看 你要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 你都做准备 我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雨果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讲到的 他说当时刚发生的时候 说这是法国和英国两个盗贼 去做了再去的这个中国 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两个强盗 两个强盗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他讲到 他说我对法国这样的做法 而且他们是手玩手的 非常开心的 就这么回来 拿着抢了那么多东西 那么他就说 我特别疑似感到耻辱 而且我特别希望有一天 这是不是有一天 这是后面 最后一句话 是希望有你的嘴巴说出来 他就说 最后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看到 法国政府把这些文物 返还给中国的这么一天 很遗憾他没有看到 而且有一点 就是最遗憾的是 在这个里面 因为各种政治等等 法律因素 现在呢 你只能说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用法律的手段 我们能做什么 因为有很多 大家探讨的很激烈 但是说这确实是无济于事 那么现在你能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 有从现有的这些 各国家的法律也好 国际法也好 你只能承认说是 到最后呢 这些文物到人家这个手里呢 它是合法 按照他当 那你怎么办 就是说政府对政府 其实这是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可能唯一的手段 来主持人问一个实际问题 那我现在引用的是 法国的费加罗报说 有八成的法国的网民是支持 这个文物 就是这个授手是送回 对对对对 确实是 我了解到的是这样 我看到 你所接触到的也是这样 因为我在 我在法国这些网站 我看到大家在中讨 我发现有一些各种观点也都有 但是呢 一般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 稍微关注中国历史的人 都会骂自己当年的政府 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说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 法国自己 他也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政府行为去追讨 二战时期 德国讲了好多话 法国的话 法国也做了这个事情 就这几年也办了一个展 这个展 这个展览的标题叫做什么 叫做这些话原来是属于谁的 好像这么一个标题 也办了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他追讨成功了有一些 但至于有一些 他追讨不成功 他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我们只能说 现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怎么办 那还是要通过法律 所以这是 我从民间 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 因为我了解到的这些 欧美的有识之士吧 都不会 因为这个历史是存在的 当时我们国家 抢了你们国家东西 这是 确实存在了 是吧 这个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讨论的点 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收藏者 他现在表示说 如果假设现在这个 没办法流拍了 他就自己要收藏 帮他自己手里 对不对 那么你站在一个 法国的这个年轻朋友来讲 如果你觉得碰到他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让他多了解了解中国吧 但是他已经领略了一点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保留这个东西 实际上他也隐约的提到了 其实他不想跟中国对着干 他觉得我这个东西 那好吧 那反正我不拍就不拍了吧 就放在家里边 在我的毕加索旁边就行了吗 他其实他也不想在这件事 较太大的劲 我想就是我感受到的是这样 你觉得这件事情会造成 那个中法之间的 有很强烈的心结吗 没 我觉得没有 因为本身它不是民间的问题 这只能说是 因为这个历史已经过去 但现在只能是我觉得 几乎唯一的一个就是 大家有什么 包括司马先生提到这些观点 我觉得这民间有这样